好 我們來看其實你可以用這個網路攝影機事實上也可以啦 反正大家都有機會上電視嘛 開玩笑 其實我們現場這樣子的話 你用這個欄目這樣也可以 但是因為這個錄的效果會比較差 所以其實你可以直接用你的手機或者是數位相機現在都有錄影的功能 你可以把它這樣錄下來 那待會呢我們就 像最好的話是搭配腳架 就像這樣有腳架的話你在錄的話那個比較不會上上下下 那待會有一個蠻重要的就是你在拍的時候啊 盡量不要就是留這個 有沒有發現這個旁邊還有一點東西對不對 你在衛生會你就沒辦法去掉 等於說它必須要怎麼樣 像這樣 有沒有發現整個畫面都是藍色的 這樣齁 這樣才比較OK 這樣你了解嗎 那了解這樣概念之後 誰要幫我們拍 要拍什麼 蛤 誰要來拍拍他啊 要我拍喔 我每次都在練習呢 看有沒有誰要來拍看看啊 太難了 蛤 可以可以當然可以啊 欸 要玩是最好的 真的 而且我和安家